我的关心是 正在天气受到南方云气水气的影响 国内温度平均早晚云差很大 加上跨年夜有可能漏合 第一民众注意到天气的变化 受到南方云气水气影响 国内温度平均早晚云差大 不少有新会更一般的患者吃不消 但是有的新疆表示 因为天气过 会更压力变大 心中容易欠款养气 让民众早上起来一定要保持身体温度 尤其是新会更一般的患者要注意 另外天气过 民众爱吃火锅 救命啊 麻油鸡定是不安心 微信局提供民众 有万幸被一起疼风的患者 应该要糾纳 以便影响会儿以及会堂的控制 应该疼风发作 天气凝固变化大 让因为会儿 心机更塞 闹中风定新会更一般 酒精的患者增加 让民众一定要注意保暖 若少吃油的万幸被缓价 要按时吃油 为其良好心外做事 最好保险促死以及一杯雨红 先讯到民众爱吃彩虹 报道